白丁 哈囉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继续第二个是这样的 我找另外一个 然后你们有什么想画的 你们可以发邮件或者留言给我 就把那个连接给我 然后我下一集就教你们怎么去画 也可以是这样子 因为不然有时候更新比较慢 主要是我想就是说做一些 就是说相对来讲比较实用的视频 太抽象的 我觉得暂时不太想做 如果你说完全怎么做自体设计 暂时个人还没有那个时间 这样子 好 我们先直接说正题 是这样子 第二个我们就画这个 好吧 然后我已经打开了网页 好 一样的pinscreen 对吧 pinscreen 打印pinscreen 屏幕 好 把弄小一点 反正就是啊 make clickpinsc 好 那个上次有一个部分我做错了 做错还是坦诚 坦诚一点承认的对吧 反正一样 这样子对吧 然后呢 一样三个小块是吧 然后一个黄色是这样子的 因为上次的话 我看了一下 好像我印象中了 我不知道 我不肯定啊 我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直接拉到这个对吧 然后我想起来三则页 我每一个应该是要到底 然后再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我拉三个很线的 我这样拉三个对吧 三则页的时候 我左右这边 我分别都要给他留一个初学位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应该是留三个 而不是那一个 好 就这样子一个问题 在那个我做错了 非常抱歉 如果跟着的同学 反正做错了 反正怪我 都怪我 都是我不对啊 都对 再下来 好 那个再下来一样 好习惯 拉好辅助线 辅助线非常重要 然后下来 锁上新涂层 涂层 你用你要用什么颜色 什么颜色吧 个人习惯不重要 好 下来开始 那一样 我这次就画一面吧 下面这个 上面这个你们会画 下面那个一样会画 对吧 呃 我觉得挺正常的 好 那一个下来 呃 嘿嘿 OK 嗯哼 那个那这次就一个单单的颜色 我觉得最难做的应该就这个渐变 还有那个啊 什么就这个一排排的 对吧 这个圈圈啊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先这样子提取颜色 对吧 然后再把这个拉到旁边那个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它是两块的吗 对不对 两块的 那拉出去没有关系 因为导出的时候可以 那个就是那个artboard吗 对吧 我们可以选择 好这一次下来的时候我们分别拉三个块 对吧 你可以做两个啊 这次我就这样子做吧 好吧 这样呃两个吧 OK 呃 这样子这里一个对吧 呃 这人呃刚刚等一下还原回去啊 这里一个对吧 Ctrl C Ctrl V 呃 再这样子 点一下对旋转一下啊对吧 这呃因为我个人喜欢做事情就可能 我本身是那个产品 产品专业毕业吗 那画东西的时候相对来讲呃 比较喜欢就是说什么呃对称 那这样子选上两个 点这个对啊 啊你只要两个同事选上的时候他就会了啊就这样子 好这时候我就知道对呃完全不对称啊好吧 那看来我还是用三角工具吧 呃好反正不这么对我也不知道对吧 呃然后再下来一样 可能 这样子啊反正这个间对准 嗯然后再这样Ctrl C Ctrl V OK 那这次绝对对准了呗那平面的话我知道这个其实没有关系 但是呃专业不一样啊不要啊呃反正就是啊各种时候做的事情我喜欢完整一点吗啊我你可以当做完美主义啊其实不是我是怕改的时候 不好改啊你看这样子就出来了我下面其实一个方块对能看懂我这个叠呃叠成吧好一样渐变先然后我们把这个蓝色给放上去再放一个深一点的 蓝色哎这个好像蓝色范围有点小没事我们拉到一点哎上面这个调整的渐变度你看到了 那颜色不一样你们要一样的呃自己去调啊我真的这个东西完全看个人好那个再下来这个是个紫色再加个红啊粉红色OK某一个问题 简单了这个拉一下出来然后这个按着按着往下拉按着往下拉对他就会取消了好那个上节口我没有 就讲这个的非常抱歉来这个拉然后这时候哎你可以放上去对这个拉走没有问题的也可以直接把它取代颜色 是可直接取代到那这个小箭头上面的哦好这样子OK了是吧那我这个颜色可能表现我觉得你们不很在意的反正要教的是方法怎么去做 这个是怎么去想出一个东西怎怎么就说怎么去看到个东西然后知道怎么去做 只能通过一个很大的一个训练量啊多做然后就可以了那这个字我就不不再告诉你们怎么做了哈这个这个太耳机了哈 然后这时候这个线对吧他拿这里跟这个地方这个白白的地方跟下面啊他会高一点 但我通常我个人习惯就是会直接做对称 就是说有些东西我能对称我直接让他对称这样子哦OK你看 然后这个的话你凡你爱多长就多长没凡就这样子呃这个没关系 然后字标题啊这个我也不那我可能最多就这样子 我再这样然后这个对吧再回去把这个关掉啊对我就我就把这个框给画了 然后其他就字我就不弄了啊字你们都会弄是吧 上次教你们怎么弄一些不规则的是吧 哎对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去改呃再下来呢就这样子以二维码对吧 哎哎那这个是我们我平常弄几多会这样子frame ok 哎对然后就这样子 ok啊当然看不到看不到哈 然后你看到我的这个二维码啊喜欢的可以叫我微信啊 因为我通常看微信比较多我上次我朋友是说那个facebook说叫我了 然后我好几天没回事因为这样子我手机没有facebook的 然后呢就所以有时候我不会马上看到如果你微信找我我会马上看到我肯定会当天会啊非常抱歉 呃因为facebook我真的比较少用我我平常不是那种就是说机不离手手机空那种能真的不骗你们好 那一个再下来哎呃对所以说呃二维码凡就你你们最好微信吧微信找我会比较方便啊我也比较方便 因为没这么多的网络平台我也不打算说呃就是把这个当做一个怎么样一个事业或者怎么样 我只想说呃这个东西我会先软件然后如果能帮到你们那就ok了我就很满意了啊就这样子一个就只有这样子一个理念啊没有别的了 所以说呃你说多平台方长我也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因为呃我也不打算说很很就是说像别的什么test tv他们做那么好我也没打算 就基本上就是一属于一个分享这样子啊就很简单一个模式来做啊我知道能这样子啊 就算是实现一点小小的一个社会价值吧啊这个也是我当初创就是说做视频的一个目的也同时他也是我一个小兴趣 我也想试一下看一下我做视频到底是怎么样的就其实就这样子而已啊所以那个如果是说想那个就是说呃知道那个啊logo这些我就随便弄啊 就想那个有什么事情问的你们可以教我微信什么的啊反正没有关系你这 微信问的话反正我可能去下班的时候我因为我不是全职的吗我是半职那个这样子呃做视频的所以就啊就大概这样子啊反正说多也没什么意思 好那个再下来我们做最复杂的部分哎呦有这么多的让我们能看到首先123对三个的话你看到哪首先这样子来你看来哎这个初点对这个他中间的这个线细点对吧 那这样子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啊首先是这样子我们先把这个颜色给提取了好吧 但是他这个跟底色是一样的嘞是吧那该怎么做呢很简单啊这样子我们一样拉一个圈然后再拉很多的块 是吧拉很多块以后那先把这个颜色给提取哎先把我的输入把没关啊啊把这个给关了先啊可以吧 哎OK然后就这样子我拉了很多的块就这样子那其实你们懂了其实就是啊用蒙蒙版其实用蒙版来做就可以了这这不很难 呃我把颜色给弄分开一下啊哦哦哦其实我个人来讲我不是特别喜欢黄色只是说他我通常会惯性的选一个 呃对比度最大颜色啊就这样子好那个所以呃那一个呃怎么讲就说想那个交流一下或者方便自己去方便一下的就也方便我啊也方便你这样子的话呃的朋友麻烦加一下我微信就不要加那个就不 就是Facebook找我的话真的啊有时候真的不会没办法当电话就有时候真的是没有看到这样子好那个这时候我们把这个群组给group对吧 啊不是应该这样子啊这个放到上面from对吧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先把群组对哪一个在上面那个东西就会变成一个群组就是这样子好那一个OK啊你看到对 对那这时候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形状出来了啊好我们能弄好不好意思弄反了好那一个对呃对我们这样子对这样子然后再我再弄我再弄那个controll shift 对就是说哪一个在上面的那个东西就会当做模板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非常的简单好那个好像没有盖有点没有盖到下面这个圆没有关系我们这样挪一下吧哈 ok control 是吧我我有点演化不好知道哎怪不得我把这个圆给选上 有时候有时候非常演化做这个设计比较酷比较好那个controll g然后这两个这样的呃这样的同时选上蒙版这就OK了对吧好那这样子的时候呃这个人体这没有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只要double k对吧这里面的再double k对这时候我们是整个就有呃有一个里面这个条状对吧哎你看其实就很简单了因为我们整个全选上然后这 那双几呃空白地方哎你看对这个就出来了那只要我们这个圆比例放大就可以他也没有说啊我重新再做一个你看因为这个表出他肯定是圆比例放大那这时候45度角哎你看他也是45度啊很简单对吧那我们可能就差不多这样水平简单弄一下那这时候他这个走一半怎么办你可以所有做完的时候再进行群组也没有问题你可以是做一个单群组一个也可以啊 这一次那个分图层记得羊羊呃养成好习惯那这时候记得比如说我现在做好这个对吧呃对这个在上面吗那就是这个是图层了对蒙版他是可以不断叠加叠加到你爽为止啊对就是就是这样子好那个的话就是这样子做是不是很简单啊一样把下面的这个大概也再继续做一下那基本上这样子好那个也一样其实就是这样子复制一个就记得 AiA里面你要用好一个蒙版蒙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蒙版用不好你其他的很难用的好那那像这些东西比如说一个小块块对吧小块的一个拼音式边形对吧呃一样呃现在画没办法精准因为有时候线稿我是在3D里面画好然后导到AiA里面直接那个画的这样子那个线稿会非常精准就是这样呃会就这样子所以就哎OK然后就这样子呃把这个给吸过去吧对如果是AiA里面画的界面 他可直接那个吸取当作颜色的但是如果是点阵图就比如说PS输出那个是点阵图那些他是没办法的只要是AiA里面你直接吸取整个键边都可以吸取过来像这个也啊像这种点阵图如果是这里我们只能自己做啊这样好那个我们这次这个把它挪到这也是一样吗呃那这时候取消那种模板怎么做右键啊release对吧release然后多的那个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啊我们可以点ctrl v对吧啊 这里有个小方块对吧我刚刚那模板因为呃这个模板会没有颜色那这是我我要把颜色给填充上为什么方便我去看到他这样子对反正模板可以重复利用啊反正就回收呃回收再照还是不错的呃再下来这样子呃先把它群组好对吧然后呢其他的我就不一一做了反正就主要就教你们做这个好这个我们再点进去对为什么因为里面的 那这个才是我们显示一个范围吗对吧那这时候我们群组了然后选一下这个渐变那渐变的时候他一边是往上往点左键然后不要放开放上去然后再选一个红色为什么不用橙色呃也可以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说你看他这里是有点橙色的也就算里面红色部分是看不到的懂了吧你看是吧那红色部分其实看不到但其实应该用红色为什么一整个渐变因为他中间的时候呃彩虹吗大家都知道好那个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很简单画这个东西反正就是呃三则页基本上就这样子做然后呢你做的时候输出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想加页怎么叫shift加哦呃shift加哦也可以点这个点这个我现在图表这里然后呢通常就这样子比如说选一个这个对下面对左右对准然后在这边挪过来再这样子下来对对准对准OK对吧你看我如果对准你看还是会会这样子的AR的对准工具是嗯 嗯不是很好事说实话所以你有时候要放大这样子看一看呃像这个好写貌似是差不多了啊反正就这样子然后你就会看到ARTSBOX1ARTSBOX20102你就能看得到了那就说呃你说如果我去工厂输出怎么办你直接像这样子两面做好两面就这样子对两张追逼就这样子不要像他这样子有底隐隐不用你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他直接你这样就可以去打印了然后你只要一开始设定好A4那我现在这个A4那就是A4然后折两项就很出来 他会自动给你双面双面打印好当然像这些自己小心注意好像这些地方你最好就是说比如说画个白白的对吧多那多出来这些没有关系哦这样啊对你看到哎盖着啊这些东西你们自己要做好啊然后分好图层改的时候方便一点在哪自己找呃比较清楚好那个今天的那个课就这样子有什么问题下面给留言给我或者想画什么你可以直接放我邮箱我下一集就拿这个直接做个视频我也简单不用想那么多 好那个有问题可以叫我微信好谢谢大家